旅旅获得两岸文化交流机有奖的台湾玉剧团 28号上午立临了北南乡老人际多功能活动中心 除了带来精彩的表演 也解说了玉剧的知识 让长辈们听得相当的兴奋 而北南乡长许文献也特别画上了脸谱 穿上了戏服体验演员的辛苦 台湾玉剧团28号上午立临北南乡老人际多功能活动中心 开演前有戏曲装扮提供民众体验 北南乡长许文献也画上脸谱 穿上戏服体验演员的辛苦 今天是我们高雄义剧团到北南乡来表演 因为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找了预算 将所有老人日拖站的老人家一起用游战车 在他们到这边来观赏义剧团的表演 希望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一天 今天我特别登场粉末登场 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 才体验一下当演员 真的是很辛苦 满身大汗 然后光个彩妆要一个多小时 也是人生难得的经验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来参与 然后可以跟老人家一起同乐 玉剧团除了带来演出 也解说了玉剧的简单知识 让长辈们听得好认真 那在舞台上面呢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跳盘 它的动作更难 所以我们把它结合了舞蹈 还有我们戏曲城市化的动作 衍生出一道比较经典的套路 剧团幽默风趣的演出 长辈们看得好开心 回应了热烈的掌声 而面对即将发布路上警报的 你杀台风 被南山公所在玉剧团开眼前 带着长辈们一起做晴天娃娃 希望台风不要来 晴天娃娃 台风不要来 哦哦哦 记者廖婷娟 背南向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